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够圆满成佛 没定 个个人不像头 根性不像头 这善根福德不一样 有善根福德就快 没有善根福德就慢慢来 多生多劫 佛不离开我们 他总是盯着我们 总是在想帮助我们 问题是我们肯接受 我们肯接受一分 他就帮助一分 肯接受十分 他就帮助十分 应激说法了 妙计了 所以我们有几分 尘现 灵光大死 文朝里讲得好 一分 沉浸 得一分离 十分沉浸 得十分离 那你万分沉浸 那你万分沉浸 你就得万分离 得万分离 那就这一生当中决定我生 往生决定着福 快啊 要用真诚心 要用恭敬心 要用恭敬心 沉浸 在我们中国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 在中国文字里头 通常用孝敬 来表示 那佛用的这个字 用的也非常好 真诚 真诚 真诚到几处 知诚感同啊 古诗后 儿女对父母 一生 真诚 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人教啊 那古诗后 父母教 老师教 长辈教 大人通通都教 无论在哪里 看小孩 不老实 就会把他教过来教训他 我们小时候 常常遇到啊 小朋友在一块农村里面嘛 也成群结队 三个五个 到外面去玩了 山上去玩 湖边去玩 湖边去玩 闹起来了 吵起来了 旁边走路的大人 小孩过来过来 都听话过去 规规矩矩的 接受的教训 让被我们家里父母看到了 赶紧赶来 向客人道谢 好像都应当要管 孩子是下一代 人人都有责任 现在没有 现在不敢管了 管会 老抽 祸死出来 唯一的办法 在外国 报警察 让警察来管 这世界变了 这些年来变化太大了 抗战期间还好 这个伦理道的因果概念 还相当深 但是 二战之后 胜利以后 这个 六七十年 变化太大 让我们无法想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